男嘉宾霍先生 52岁来自石家庄保安 女嘉宾刘女士50岁 来自石家庄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得有 30年了 30年了 对 20岁就嫁给他了 今天来您是想请嘉宾老师 帮你劝劝夫人是吧 对 劝夫人什么呢 让他姑姑家 我们一块去女儿那常住住 这女儿出嫁了是吧 对对对 还要去女儿那常住住 先说说吧 女儿出嫁前怎么样啊 我们挺幸福的 怎么个幸福法啊 你比方说吧 他在家就说是 一切的就是家务啊 洗衣做饭啊 什么事都是他干 什么都是你别管了 我来吧 就是他嘴边的话就说是 从结婚开始就这样 对 坚持了30年啊 对 这样有福气 父亲应该跟女儿的关系 特别好对吧 对 所以想去女儿那儿住 是不是 对 女儿你带的多 还是夫人带的多呀 我带的多 那您这不对了 洗衣做饭 带孩子也给他带啊 他喜欢妈 所以他就带外 因为他喜欢 所以他就带 真是打小不管吗 对 那您在家里管什么呢 扳包 30多年在家里 没吃过苦 没有 是觉得特幸福吗 相当幸福 你在家里管钱吗 不管 那你管啥呀 我什么都不管 老公你管不 不用管 特自觉 我决定放心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 30年如一日的 让老公就这么死心大地的 对你的呢 我觉得这是他的本性吧 他能搞对象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嫁给一个 就是说有责任心 对我好的人 那你觉得你是运气好啊 还是眼光好啊 一下就找了他 运气好吧 没觉得苦吧您 没觉得苦 觉得累吗 不累 30年过来 就接着挺老婆的呗 我看你两个人 都享受这个干嘛 现在又 现在是问题 出现在哪儿了 我不是有个外孙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没了事了 就是长期在那儿住住 领领孩子 享受享受 天伦之乐 挺好的事 他老是出去玩去逛街去 要不就是跟他的朋友去那个唱歌去 打牌去 唱头啊 美中啊 就有点不顾正业 不是您的正业是给孩子带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对 他当初说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那会儿吧 像就八几年的时候 那会儿基本工资也就在三四十四五十 相当不错了 甚至学徒工也就十几块钱 十八块钱 他当时他就说 等什么时候我月工资涨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然后你就不用上班了 你就天天在家玩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他当初说的话呀 可是他现在怎么又 等等啊 您那资料上面说您现在午夜是吧 您是退休了还是说 真的大哥挣了五百块钱的时候 您就不干活了 他没到五百块钱的时候 我就基本不干了 那您在家里待了多久啊 我有小孩以后吧 我就基本就不怎么上班了 这一辈子吧 可能就比方说上一年班半年班 然后觉得不开心了 我就回来了 歇几年 歇几年 对 然后我可能又歇烦了 哎呦在家待得也好无聊呀 你说那我也挺年轻的是吧 谁能老这么着陪我玩啊 就说人家都上班呀 都有工作呢 我又觉得无聊了 我说不行我就再去上班去吧 上班又觉得又太帅的话了 你想睡个懒觉呀 想干什么呀就都没时间 算了吧我就又不上了 您这是公主命啊 确实是公主啊 就想干嘛就干嘛是吧 对 那现在这个闺女也出嫁了 您不是都玩了大半辈子了吗 还接着玩更自由了是吧 那现在我觉得还能走得动呢 还能玩得动 还有精力玩了就玩呗 你幸福吗 我幸福 那你不是要说什么呢 这就一月打一月 不是 现在不幸福了 现在出现矛盾了 怎么出现矛盾了 什么出现矛盾了 啥矛盾啊 我说让他陪我 我们俩一块去孩子那儿 都带在我外孙 他老是找各种理由 推担阻止了 他自己又独立不了 那么有一回 我刚去女儿那儿 他给我打电话 我下水道堵了 我就赶紧回来 回来了以后 我一看到感情是什么呀 他洗澡 那个头发没清理 都在地头上捂着了 弄了发水似的 就是他还离不开您是吧 对对 他离开您没法生活了 对 独立能力特别差 女儿愿意让你们去吗 其实这个重心和关键 不是你们想不想去对吧 还是人家女儿 愿不愿意让你们去 愿意 愿意啊 特别愿意 小外孙多大了呀 三岁了 您为什么不愿意 去女儿家帮着带孩子呀 反正也不用您干 您只要去那儿不就行了吗 因为我觉得 他们年轻人 有他们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有我们的生活 还是我觉得 自己住着舒服 自己住着自由 哦 不如自己家住着舒服 为什么呀 不是也不干活吗 你不干活 你毕竟人多呀 还有那小不点 在家天天给你烦着呀 我在家我这样 我想就是躺着躺着 我想就是坐着坐着 对不对 你跟人在那儿就不像 有女儿有女婿的 对不对 你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吧 不自由 那就让他回家自己住呗 还有一回是我回家了以后 他打电话回去了 他说发水了 发水了我就回去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我当时开的时候 清了水了 后边等再回来 买菜回来以后了 一看这屋子就是厨房啊 满地全是水 心大 是 就是什么事也不上心 你让他独立干哪儿嘛 他什么也干不成 所以你们是不是这个 结婚三十年来 算是第一次 这么大规模的爆发战争 对 为一件事 达不成统一的共识 对 是吧 现在从有了矛盾以后啊 天天这么着 给我找事 什么抽根烟 他找您什么事啊 有一回我来 杨台抽着根烟 一进屋 人家把我给轰出来了 人家说你刷牙去 洗澡去 弄身上味儿糊糊的 我这个 你可能喝完烟 需要刷牙去 没有啊 现在需要了 现在需要了 明白找事吗 是找事吗 他抽烟太多了 这么三十来年了 您现在是意识觉醒了 并不是为了挑他的毛病 是吧 对啊 女儿不在了 是不是都觉得空落落的 是 你过去不是也没带女儿吗 就是心里空的话 家里少一人 是那么回事吧 打算怎么办呀 我想让 让一步呗 你陪着他不就得了吗 我陪着他孩子了 人家小朋友需要您照顾吗 需要 您确定是您喜欢孩子还是人家需要您 那边也需要 他们经常打电话 经常打电话求援啊 那你就去呗 去他不去 他不去 你让他成长不成长呗 你让他也吃点苦呗 成长 光给你添乱了 不放心是吧 对 大正儿 你得画个道出来啊 这根本就不是他说这样 他原来他腿边这话就说是 你别管了我来吧 我说干什么 他说你别管了我来吧 你像有一次他做饭 我说我给你帮忙吧 你别管了 我说 我看你天天这么辛苦 我说帮你不干什么 最先上包个葱 包个蒜总可以吧 我就给他包了根葱 包了根葱 那个葱头那儿可能就不太好掰 我一掰给掰的多了 他说你浪费多少呀你 你经过添乱 你走吧多远点吧 哪怕你该干什么 你干什么去吧 所以不是您不愿意干 是他看不上您干 对 所以三十多年来 您也就不再干了 对 吵过家吗 很少吧就说是 很少 对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我看您爱人也是一个 不善于言辞 或者不善于表达的人 是吧 平常家里有怕多吗 不多 不多 对 就是默默地干活 对 您能理解他 他要到闺女家那种心情吗 能理解吧 可是我还是愿意 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到那边之后 其实他对您的照顾 是不是就 松懈下来了 肯定是 肯定是 那您能理解 您爱人不愿意去女儿家吗 怎么说啊 他这也需要照顾 那边也需要照顾 所以 就是凑到一起 一块照顾 还行 您要是不在广照顾他了 我外孙那边怎么办 人家真的那么需要您吗 是他自己喜欢孩子 他愿意去吗 对啊 我特别喜欢孩子 你这不是就有个孩子 接着养不就完了吗 养了三十年了 是不是啊 怎么这大了 不想养了 为这个 哎呀 成天了 老了劲儿找事 行了 那你们看完怎么办吧 幸福了三十年了 接下去怎么更幸福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不比特别愿意 我先问一下大哥 您喜欢做饭 洗衣服带孩子吗 谁都不愿意 对 谁也不喜欢 对 我现在告诉大姐 因为刚刚大姐说了 她喜欢干这个呀 她不是喜欢做饭 洗衣服带孩子 她是喜欢你 大姐一走出来 我以为 哎 台北上写错了吧 五十 这哪有五十啊 一看就四十出头的 这个年纪 为什么 因为被老公宠的呀 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呀 所以就看起来年轻啊 如果电视前的男性同志 想自己媳妇看着年轻 就像霍大哥这样 惯着媳妇 你看 大姐又年轻又漂亮 但是 咱不能光 那种年轻的心态 虽然家里不干活 但是要多体谅 我觉得大哥 您今儿 跑到我们这儿来 征求老师们的意见 她怎么会现在这样 怎么就不跟我去女儿家 就是被您惯的 就是她自己要去经历 挫折 经历困苦 然后才会走向沧桑 大姐的这种思维 依然停留在 二三十岁的女性状态上 您把她呵护得太好了 所以她不成长 我高兴 就不成长 外国 这种思维 得太好了 respond 你说 这种思维 我 我 这种思维 你 没错 动 你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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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去女儿呢 我就跟你一起去 有会儿我帮你一起干 你也不要总说 我来吧 你什么都别管了 到时候我帮你一起干 真的谢谢你老公 你太辛苦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请开门 习惯性的 刚哭完又习惯性的 做公主等着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你好可爱啊 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公 谢谢你 真的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老师们来 喊喜 所以我以后 我是该让你做的 也得让你做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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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你 以后呢 就是让你做独立 能做吗 做吗 先让你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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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别太辛苦了 好 我这要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